小心 先生 请留步 大少爷有何吩咐 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问问先生 你若是不在荣家当家庭教师 会去做什么 这个问题 该是我来问大少爷的 大少爷将来是要继续进学 还是想去荣家商行做事 再怎么样 也要有个大学文凭吧 那打算去哪个学校 可有打算吗 太太想送我去美国或者欧洲 随便念一个野鸡大学 只要不挨着他演就行 我爹呢 则希望我念个商课 将来好继承他的家业 先生 你怎么看 前途终归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 况且 以大少爷现在的态度和成绩 想找个能收你的大学 恐怕并不容易吧 那就进商行好了 反正小开门 不都是进自家的商行做事吗 跟着乡里混一段日子 上下摸清了 进出口那一套 从小看我爹做 没什么难的 这真的是出自大少爷的本心吗 本心 说来说去还是那老一套 就好像这并非是我本意 我就真的能拒绝一样 人生 说长也长 说短 一眨眼就是匆匆一年 总得有个理想抱负 才不枉来这世上一遭 你的两位妹妹 或是想学医 或是想学商 皆不愿单于家中 相夫教子终结一生 你既为男子 又是长兄 更不应该弱于他 我算是听明白了 先生不就是想说 你的妹妹是女孩子 还这么有上进心 小的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你身为男人 却还想这么混下去 冯先生 你说是不是 你们都认为 我再这样一事无成下去 就会变成纹固子弟 永远没办法翻身 容家是上海滩的巨父之一 大少爷即使做个顽固子 躺在祖夜上吃喝 也会一事无有 但我们今日讨论的 不是求生之谋 而是历世之道 大少爷可以仔细地想一想 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先生年纪轻轻 倒是将学堂里的老冬轰作派 学了个十有八九的 好像你不拯救我 我就真的会一世了朵一样 况且那些问题本来是我问你的 你却反过来质问我 可我好也罢 也罢 与你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你自己尚且是一个 庸庸碌碌忙着糊口的人 又何必操心 别人该如何建功立业呢 大少爷说的事 是我多管件事了 不过 大少爷你现在拥有的 皆是与生俱来 我为五斗米折腰 但这五斗米 却是我用血汗换来的 我不比你不劳而获 你也不必瞧不起我的庸庸碌碌 冯先生 课上完了 太太 我听方林说大少爷流糖了 担心他给你添麻烦 特意过来看看 没有的事 我只是想问问大少爷 想考那所大学罢了 那你可问着了 你爹刚才打电话 也是问你考学的事 他说最近打听到 若是捐一笔款子 你还是有希望进大学的 就是成绩不能太差哦 劳烦我爹在外奔波 还替我操心 不过等他回来 看到你一片苦心 一定会十分感激你的 你这话说的 倒像是我心急事的 既然你自己不知道着急 我何必操这个心呢 太太这么说 倒是我不笑了 劳烦你替我操心打点 我还不领情 实时我混成 大少爷是有义气 想靠自己的真本事 考上大学 给家里人争光 他的话没那么周全 但是意思是差不离的 先生 这么大的雨还要出门了 要给夫妻拿药 等雨停了再去吧 跟别人约好了 不好实行的 我开车送你了 谢谢大少爷 冯先生 家里原来是做什么的 开药店的 后来遭了灾 就什么都没了 我爹还落得一身的伤 所以你是因为缺钱 才去的舞厅吗 那你家里 还有别的兄弟姐妹 就一个大哥 大少爷这是在查底细呢 那你大哥在美国学什么 我大哥是学医的 他很优秀 但是家里出了事 他只能一夜回过 也许对他来说 一家人团聚 远比学位中好 怎么了 我就是觉得 这么成熟体贴的话 不像你嘴里能说出来 不说我了 大少爷你呢 军相还教你们跳舞啊 你的舞伴 一定很漂亮吧 我不记得了 快到了 前面接口 那栋就是 许个药这么开心啊 爹爹能少受点罪 我当然开心 小心 你是哪一家的 王家还是国家 小心 撤 你受伤了 没事吧 没事 就是点皮肉伤 放开 疼 没事 自己人 大少爷 小的来晚了 我没事 你们可以来得再晚点 走吧 回家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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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